《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胡麗英小姐 Hello Grace 我早幾天才在這個台上見到你 現在又可以在這裡見到你 謝謝你 因為我知道你昨天才是演員 我只是突然之死 我也謝謝你邀請我 我還怕會否很急 因為想讓你休息一下 但可以想不要 今晚可以立即和你聊天 所以立即邀請你來 是的 你演員還可以嗎 還可以 也很滿足 是嗎 很好 我想問你一些早點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平時也有跟你聊天 但又不多 真的坐下來這樣聊 你很想知道一些 其實你本身加入 就是初初為何會報演藝學院讀 即是想有志成為演員 我記得是有些故事的 所以想你跟觀眾可以告訴他們 其實是這樣的 那時我的小哥哥 即是我的第二位哥哥 就是讀可立中學的 那時他的班主任就是杜國威先生 我記得有一次他們在香港話劇團做遍地荒飛 有很多學生去捧場 那時是在高山劇場做的 我住九龍城寨 那天我哥哥要照顧我 他帶我去撕同學 然後一起去看這部電影 我還記得很開心 之前他們還帶我去大快會吃那些 下午茶吃得很開心 對 小朋友很開心 很小時候 然後就一起去看 我很記得那時有些台詞說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草 然後結束後 整班學生 其實很大的地區 那時高山劇場還沒有裝修 他們整班都站在身後鼓掌 很激動 那時我小時候坐在旁邊都哭 我是給台上那班人演出的熱情 因為我看到上面的人很用心去演 雖然我不是很理解他們在做什麼 但我就覺得很厲害 他們是把他們自己最好的東西擺出來 在做一些東西給你看 完結後有一班學生站起來鼓掌 那一刻我就在想 那種氣氛令到我很激動 令到我會想他們做了什麼 什麼會令到他們要站起來拍手掌 那樣這麼激動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我就開始對這件事好奇 我會覺得這件事深刻在我裡面 其實說真的 舞台劇是一個表演藝術 其實表演是一種奢侈品 就是藝術 對於我那時這麼小的時候 不會接觸到 而且你真的很小 很小 你都已經感染到 是的 所以是很有感染力 真的很厲害 是的 我很容易哭 所以看舞台劇 我記得當時我進去演藝術學院 有一個叫彭球狂唱曲 我一開始聽過那些演藝術 快點音樂 然後我自己的眼淚就在那裡流 因為那種感染力 你覺得那幫人很努力地做一件事 是令到你很激動的 那你就是天生是演員 不是的 很多觀眾都是 是不是 那種感染力 也可能是 你要強烈一點的 那種感覺 也可能是 因為你還是代入了那種角色才可以 也可能是 是的 但是我進去演藝術學院 是不打不撞的 那時候我讀的那間中學 後來我搬去大埔 我們中學的中樂是很厲害的 我有一些同學就想報演藝術學院的音樂學院 那我的同學就記得我 啊 Grace 你好像喜歡演話劇 然後我說 他說 我們去報音樂學院 去拿表格 幫你寫好嗎 那時候很麻煩的 要入銀行給錢 然後拿張單 然後寄去 證明你包了報名費 然後我的同學又很好 我還記得他叫陳寶儀 他幫我填了一張表 問完我的東西 然後幫我付錢 然後幫我寄上 然後就去考 然後就能考到 所以其實都是很不順利 你有一個人幫你 是的 但是他剛才說 你知道你很喜歡演話劇 你中學的時候也有演開的嗎 其實中間有一段真空期 由我看完之後 一直在學校都沒有這個活動 或者沒有接觸到 直到我去《Five》那時候 就生日劇團 那時候他們很喜歡做一些學校的計劃 那很好 不用錢 他們是來和你 好像一些課外活動一樣 我還記得當時 我們的老師是胡寶壽 和公仔 他跟另一間學校 完結後我們會一起演戲 上了一個課 本來我也沒有份參加 因為我的成績不是特別好 老師就選了一些成績好的同學 先進去畫劇組 然後有一個同學不舒服 就離開了 老師知道我喜歡的 好像聽過我說的 因為那時候我在學校 經常會做私儀 上去做朗誦 他說 Grace 你去頂一頂個位 不要浪費 不用錢 又有些哥哥姐姐來教你 那時候就接觸了 然後他們就知道了 但我記得演出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做化妝 不打不撞 就是幫別人嘗試化 我還記得我們參加學校戲劇節 是陳麗珠 陳麗珠是很出塵的 是小龍女的 還有兩條孖鞭 我進來後 我就覺得這個女生很有氣質 然後就坐在那裡聽她的意見 但我只是化妝 我都要問她 你覺得我們的妝化色妝 都要問 是要的 是要有這個精神 要不然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如何進步 還有看到你很有熱誠 要參與下去 是做一份子 是 我覺得有的 我有熱誠 我覺得我個人 然後就入了APA 入了APA 然後讀了五年 我讀五年 是讀五年 我入APA的時候很小 我十七歲入APA 有好有不好的 好的地方就是畢業的時候 都好像很小 因為其實我忘了不用讀 封六至七歲 但我只讀兩年 的學生 然後三年 的學生 好像別人大學畢業 完成了 但不好的地方就是 那時候很小 可能有些東西沒有那麼理解 這是真的 可能有些成熟一點的同學 他們會組織的東西 例如劇本不是每個角色都說是十多歲 你可能不太容易去 差太遠 是的 不過幸運我覺得自己的感受性也挺強 那種是否同理心 例如我跟別人聊天 如果有人跟我分享一些他不開心或開心的事 我很快會感受到他的感受 我覺得這件事我是強烈的 這件事也是我優勝的地方 我會覺得有時候我看劇本 可能在能力或理解上 以前讀書時會給其他同學有信息的地方 但好的地方就是我很直接 你看見我認識我 你也知道我很直接 你看見我開心不開心的事你會很直接見到 然後別人影響我的情緒也是很直接的 是的 所以做演員是對的 所以要有這些條件才能解決 這件事我很感謝我爸爸媽媽 我爸爸媽媽很善良的 我媽媽是一個農民 怎樣農民 以前在大陸 我爸爸媽媽是萬分瓦架的 他們很浪漫 那年代仍然是萬分瓦架的嗎 因為我爸爸和媽媽的年紀相差 有一段時間 我爸爸生的時候他46歲 我媽媽生的時候他40歲 我算是他們辭職 但我有些哥哥大我很多 我真的是親生的 他們很簡單很善良 亦是因為他們很簡單很善良 令我看很多東西都很直接 其實我的演員是需要這份直接的 當然你看劇本你的能力好 你的閱讀能力好 又會勝一籌 但你看完那件事 你那種直接的反應 那件事我覺得都是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 是的 我也覺得重要 因為有時候 觀眾看得你太刁鑽 觀眾未必能跟到你的想法 可能是拿不到直接的感覺 我記得當時我們讀書時 Mo Sir說過 他就說你做演員要做很多功課 你要回家看清楚劇本 每個角色的背景 他的性格 所有東西 但是 或者 台詞不同 因為一套戲很短 人生是很長 但是你用很短的時間 就可能要做一個人的一生 所以他每個台詞都不可以 是 是 是 所以每個台詞都有原因 那就要找清楚每個台詞的原因 我覺得那時 Mo Sir說 就算你想了多少 做了多少 功課也好 到你說的那一刻 都是很直接的 最簡單 我觀眾 我怎會看到 就算我現在跟你聊天 我不會因為你有一句話 我就看到 小蝶是在甚麼地方出生的 他家是甚麼人的 他是怎樣的 你不會這樣 就是很直接 我從你說的說話 我知道你是一個甚麼人 我知道你說的說話 原來是甚麼 那就是這麼簡單 要直接的 他說要簡單的 行動是簡單的 我記得 除了這件事 你在演藝學院學了甚麼 令你現在還很受用 有 我很記得那時 King Sir說過 這件事到我現在 都會很記得的 他就說 你做一個戲 有100個人喜歡 可能也會有100個人不喜歡 這件事其實是一個口味 一個別人喜歡不喜歡的問題 有時未必是好與不好的問題 純粹是一個口味 所以他說 你不能夠做一些事 只是想討好別人 因為你討好這班人 你又不會討好 你只能夠做你自己相信的藝術 你相信那是甚麼 你覺得是怎樣做的 你覺得是這樣就去做 這件事是我很受用的 因為其實演員面對的壓力 也很大 當然不同的職業也會有不同的壓力 譬如我們遇到的壓力 就是可能你要面對觀眾 其實是很脆弱的 可能觀眾讚你一句 你就很開心 觀眾說你一句 你就會想 糟糕我哪裏做得不好呢 會這樣 是不是我真的怎樣 加上你又不是說 你做十個戲 十個戲也有100分 我想很難有一個人 十個戲也有100分 當然有些戲你遇到的困難 是差一點的 不過你也會盡力做 所以有些時間你會忍不住 你想別人喜歡你 可能有些事情你會討好 觀眾也會 但這是邪路來的 不是一條正路 但有時就要提醒自己 不是這樣的 我不是要討好他們 我只是要將故事呈現給他們 我會這樣提醒自己 這件事我也很深刻 就是King Sir說過 是的 其實我也明白 所以很多時候演員問我 我演得怎樣 我真的很害怕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 因為我明白 你們用了很多努力去做 很努力去做 你當然想做到自己最好出來 但例如你剛才說的 可能口味的問題 例如他選擇的選擇 可能不是我喜歡那種 或者我真的覺得 不是我覺得這種人是好 但我怎樣去說呢 因為脆弱 不要說只是演員 任何人都是 你做完一件事 你問別人怎樣的時候 總是很希望別人會認同 起碼不是讚賞都會認同 但如果你說的話 我覺得不好 其實是很難說的 其實被問那個人 例如我是這個案子 我真的死了 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回答 我又很想鼓勵鼓勵的 但我又不想說太多謊話 但我又覺得 我又不應該不告訴你 如果我告訴你我的意見 而是可以幫你改進的 我又覺得是好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樣去拿捏那件事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其實你很好 你說你想給他意見改進 我覺得大部份的演員 都會想自己做得好一點 譬如我做完一個戲 有人賺當然會開心 有人告訴我 你哪裏 當然如果是很不負責的 你都會說 小碟你這次做得不好 真的不好 那便走了 那當然不行 那種感覺就是很受打擊的 每個演員會 但如果你那種感覺是 你會鼓勵他 你看到他的付出 但我覺得你這裏做得不太好 或者你這樣做會不會好一點 剛才你說了怎樣令他改善 我覺得每個演員都會想自己再好一點 就算在這部戲 我不能即時調節到 可以做好一點 但可能我下部戲也有用的 所以我覺得不用擔心 如果那件事是他知道 很直接的 我知道你是為了打擊我 還是真的想告訴我 我想你做得好一點 這樣會更好 所以不用擔心 我又不想打擾演員自己的想法 因為他做了這個選擇 他當然是覺得這個好 或者起碼是導演要他這樣做 這樣才做 如果我用了另一角度去看 我可以在另一角度去看 其實那個不是他想做的事 可能他可以做了那件事 但已經不是我在台上看到那件事 我又不想太過干擾 他會覺得很多選擇 我選了這個 你跟我說這個吧 我覺得好像不想騷擾他們 所以真的有難 不過我也知道 有些演員問的時候 其實我說了兩句 我已經知道 他到底是否真的想聽 其實是的 有些人當你說 說了一點點意見 他立刻很抵抗 那我就知道了 我也知道 OK 那就順著這樣說下去 或者不說 其實我想演員本身 他自己給他 他想去問的時候 那個誠意 其實別人是真的看得到的 你是不是很有誠意去問 是不是真的說 很願意去聽的意見 所以我說是一個意見 不是一個評論 因為我不是要你去跟我 只不過是 如果我是一個觀眾 我也有權去說 我覺得怎樣好 又怎樣去看那件事 是的 還有很多東西 對 其實是口味 是有口味 每個人都一定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 我記得有一次 我不知道排了一個什麼戲 我看完之後 有一個項目 我就說 我覺得這裡好像怪怪的 不過這個是我的意見 你們自己再決定 然後我記得那個戲 有一個演員是布魯圖 布魯圖說了一句說話 很搞笑 他說 不是啦 Grace 你有一個人這樣想 可能就有五十個人都是這樣想 我們想一下這個方法 怎樣解決 那一刻我就想 原來是這樣 一個人 你這樣想 可能有其他人就是這樣 一個人的想法 就有其他人都是這樣想 我覺得很有趣 他們這樣說 是的 所以也有趣 不過我們也覺得 演員也都 當然聽意見也好 但是 你也不要被太多人的意見 去騷擾自己 因為剛才King Sir說得很好 一百個人喜歡 一百個人不喜歡 而那一百個人不喜歡 他也有 可能有一百個理由 令到他不喜歡 你怎可能去做到 做到所有人 不如你自己選擇了一件事 你就用心去做好那件事 我覺得那個是更加重要 是的 還有我覺得 我也是這樣覺得 演員一定不會想自己壞 我擺在台上演出的 我一定是在那個階段 排戲的兩個月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好的 可能我試過不同的選擇 導演有給過不同的意見 試過所有東西 覺得這個應該是最好的 因為每個演員都會想 把最好的呈現給觀眾 所以他不會想自己壞在台上 就很簡單 所以一定是 那一刻就是這樣盡發放地出去 所以其實就是看看 你看完之後 你會否看到這個人是怎樣的人 是的 是的 其實這件事很有趣 其實很有趣 而且不同的演員 演同一個角色都會很不同 是的 是的 我都很喜歡 否則劇本 很多時候都是演來演去的 但你為何都會有不同的火花刷出 就是這樣 是的 然後你APA畢業 你帶著一身武功 然後怎樣發揮 又不是一身武功 都是一種學習 我覺得是一個學習 然後我出門 那時我是很厲害的 現在剛剛畢業的同學 可能他們生活比較艱難 有機會演出的話會比較難 但以前我記得我畢業的時候 譬如我剛剛畢業 我已經知道 未來年半要做些甚麼 直到我進入中英之前 都是這樣的 譬如我今天做這個電影 我停了 但我已經知道 我未來年半的安排 但現在剛畢業的同學 就比較難 你說很厲害 是當時是很厲害 還是你個人自己很厲害 因為我之前訪問的演員 他們每個人都跟我說的 不是你那麼厲害 為何你會這樣做呢 我又沒有比較過 純粹我只是覺得 總之我一出來做事 我就知道了 那時是誰幫我做甚麼 就是那時是年半 我記得我們那時也是很厲害的 因為那時我們還是比較少畢業生 我早已畢業 我01年畢業 01年 01年 我想我訪問那些也比你早 有些也不是這樣 為何呢 那我很幸運 其實這件事我一直都很幸運 我有信仰 我這個很跟敵神 其實我的路是很順利的 那時沒有我做自由 那時我就不喜歡教書 因為你聽我說話很急 你就知道我個人是沒甚麼耐性 我喜歡小朋友的 但是如果 譬如我講一件事給你教小朋友 我講了一次 你不明白 你要我講兩次 你不明白 第三次不明白 我就會開始 為何你會不明白 就是要有這種急躁在裡面 在底裏 所以我 而且我又很容易被他們激動 那時我 我頭幾年我是沒有教書的 我就是做school touring 和做戲 我記得那時也挺厲害 我一個年做七個戲 那時 我剛開始那時就做 《遼齋申志》 一個很好劇本 到一個威斯坦社 那時就做考閱 在很久之後 那時就是不膽不撞 出去做一個小女孩 畢業那時也是二十二歲 做一個角色 要做古裝的 也是這樣做 然後在很多年後 我看回團劇團 何偉龍他們 也是做這個戲 我在台下哭得豬頭 很感動 然後我很生氣自己 為什麼當年我做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沒有給心機 當然在那一刻我都給了心機 那時剛剛畢業 我覺得我沒有說到那些台詞 好像他們說得那麼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我記得有另一個演員 做我當時做的角色 我聽說 這麼好聽的 那些古裝的戲 說的那些台詞這麼好聽 這麼合理的 然後我就想起 有時電視會播放 然後我就聽 為什麼我這麼無聊 一點都沒有那種 說的那些古裝戲的狀態 然後我就哭 當然我都被何偉龍感動 因為何偉龍那時是病的 然後你看到他一個人很有 passion 病到這樣 你出來要努力地做好 然後我就想這個人真的很愛戲劇 然後又另一個感動就是 我覺得 為何自己篩了這個這麼好的劇本 那時沒有好好地演 沒有演得他很好 我也是有努力的 然後就是這樣 咦 我覺得哪一個人都是這樣 然後做學生旅遊 那時跟很多不同的團體合作 有做婚姻 有婚姻的婚姻是好 我和你做一些東西 我在你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我和這個人做一些東西 又在他們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每個團團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 譬如 那時我和PIP 即是以前的劇場組合 對 劇場組合合作 他們又 譬如他們會和你做很多workshop 和你玩 其實那時很棒 我記得雖然人工也不會很高 但正的地方是你免費很多上課 那時早上回到排戲 下午和你上那個workshop 就是那幾個排戲的人和你上 那時我和泰神 和王詠詩 和Yuan 一起上課 四個人 尖上文和殷榮培 就是獨立和你們上課 那時跟他們做了兩個月的工作 那時都受用 我覺得有些板斧 收了下來都是有受用的 然後 譬如和7A合作 7A合作 我經常都說他們是良心劇團 我記得那時和他們做戲 那時做 freelance 那時的年代 你知道不是很多劇團 都會給你一個 full time 的 play 就是人工 所以你要做 school touring 去平衡 或者有些其他人要教書 去平衡 我記得那時和他們做的戲 那時就說 我們只有這麼多錢 Grace 你幫我們做 你介不介意 我說不介意 我說你告訴我 我就知道了 多少錢 我覺得不介意 我就不做 我怎會完結 我便說 你給那麼少錢 我當然不會 那時很好 收得在麥哥里 有站位 有觀眾 會站在外面的電視屏幕上看 然後完結 票房更好 然後有些錢 多了 分紅 他分給我們 他真的分光給我們 然後他分回那些錢給我 是我本身的工資 雙倍 我便覺得是良心劇團 其實他可以自己吃了 告訴你 是吧 是吧 但他就沒有了 真的都拿出來 那我就覺得 是一個良心劇團 即是每一個劇團 比如說 演戲家族 他又會幫你做 音樂 你可以訓你自己的 唱歌 跳舞 而且當時Mandy 和Rica都很好 他們特地開了一個 是粉唱式的大S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在牛茨灣製作 就是跟我們 他們可以找其他演員 但他們就找了我去做 他的感覺是想栽培你 即是給你一個機會 那種感覺也是很好 我經常遇到一些好人 很好 我相信不只是神那種感覺 其實是你自己本身 我覺得 其實人和人之間的相處 你不可以是 你一個人好 要其他人不好 我想是你有付出度 以及別人看到你 也是一個好的 很友善 所以別人才會這樣對你 正如我認識你 我也是覺得是的 我真的覺得你是一個很好的女生 但是你很操勞 不要緊 可能你還未認識我 我也會這樣 但這件事我真的很開心 知道你在演戲上的那條路 是這麼平坦 我替你開心 那你下個星期再跟我們聊 好好好 因為我很想繼續聽你的故事 好 我們下星期繼續跟Grace聊天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